经上讲说度这种众生 我心里有没有这种众生呢 对吧 一有那就是光啊 那么如果有就要想法子去度 你若不度 他就把你拖到什么呀 轮回中去 或者沉沦中去 轮回是六道 沉沦就是三个道 第一位为出生 对吧 出来 那么就会受苦无穷 那我们就需要去改变自己 对吧 佛要一直讲自作自受 今天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解脱成佛往生轮回 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好歹是今天有幸有缘 遇到佛法 所以我们的自作自受 就变成了一种 清静的自受 这是不再有轮回 不再有苦恼 当然我们是值得庆幸的 对吧 那么所谓嫉妒心 对吧 你看我讲来讲去 都是讲嫉妒 对吧 你有嫉妒心 就要用恭敬心来度 嫉妒心 嫉妒别人 那现在别人一看优秀 那你要恭敬别人 对吧 那么普贤普说十大愿望讲 随喜功德 人家做得好啊 随喜人家 你的功德不比他差 但是你要有嫉妒 那你完了 就是成为障碍 对吧 你嫉妒别人 那么 我嫉妒这个人 比我好吗 现在我要恭敬他 要把嫉妒心 转化成恭敬心 转化成随喜功德的心 这个就叫修行 对吧 转悟嘛 就转 一转就改变了 一个念头 一改变 马上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么 恶毒心 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好像菩提流知 对吧 派他的徒弟 对吧 用毒药去害达摩主事 我们前面有交代 对吧 我们不回避 不回避 佛教历史中的 一些个故事 不回避啊 你能回避吗 对吧 当年菩提达摩 遭到 菩提流知 弟子的迫害 这是历史 对吧 我们否定这个历史 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 对吧 树立起政治正解 对吧 这样的一个例子 也需要我们去反省 如果我们也这样做 肯定后患无穷 对吧 那么 菩提流知 是一位法师 但是他就嫉妒 其他的法师 对吧 那达摩主是比他强的 他认为是比他强的 所以他就恨 他没有想过 对吧 你那个法师 你教化这些人 那我可以教化这些人 那你嫉妒别人干什么 对吧 那放不着吗 对吧 除非我们有毛病 看见人家放这波羊 就比自己放这波羊好 就非得要把别人那波羊揽过来 对吧 那岂不是你自己有病呢 对吧 你自己别有用心的 那波羊长得肥 你要宰人家 是吗 对吧 那你那波羊瘦 那就不是佛法吧 对吧 那么 叫人去把菩提达摩主是毒死 这样的故事有 达摩主是没有被毒死 对吧 那么 像前面所说的种种的心 都是众生啊 你们每一个人 要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众生 肚明白了 什么叫肚明白 改变呢 改变 不断的去改变 改变那种执着 惯爱 嫉妒 愚昧 对吧 骄骂 对吧 你要去改变 对吧 那么 不要明知是不对的 还不改变 明明大家说 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 但是他就是不敢 那么大家呢 也不去说 这个社会比较混沌 对吧 好坏也说不分 越是好人 大家越说他 越是坏蛋 大家不敢惹他 谁不敢惹他 他坏蛋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对吧 谁跟他讲理啊 对吧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对吧 如果大家有正义感 那就是说 你不可以 你要改变你自己 对吧 如果大家很真诚 他也不会消化不了 就 目前而言 大家就不吱声 不讲话 所以 对吧 我们发现 好人不像 坏人不臭 对吧 当然这个好人 是姻缘的好人 坏人 是姻缘的坏人 那姻缘的好人 不像 姻缘的坏人 不臭 其结果就是 谁都不愿意做好人 谁做好人 谁都怎么样啊 受挤兑 对吧 谁都怎么样啊 有很可怕的遭遇 所以认为自己占了便宜 你看我做坏人 我没有报应 那就瞎扯了 对吧 英国报应还是有的 对吧 讲姻缘嘛 姻缘凑在一起 那你不受报才怪了 所以大家是要注意的 对吧 那么 如果明知不对 对吧 还不改变 这就大错而特错 那么你能自信自度 这样做 这叫做真度众生 对吧 真正的调整改变自己心里的直辱和挂矮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度众生 对吧 那么六主慧能大师说完前面那一段 还恐怕有人没有明白 又继续详细的说 什么叫自信自度啊 对吧 就是你自己心里有邪知邪见 烦恼欲齿的众生 就是你心里有邪知邪见呢 对吧 然后有烦恼 对吧 有愚昧 对吧 这样的众生 怎么样 你要把他们叫化过来 你要把他们转化过来 对吧 邪知邪见我变成政治正见 对吧 烦恼我变成什么 觉悟 对吧 欲齿我变成智慧 这不就是转变了吗 那么你要用政治正见 把你的烦恼 把你的欲齿众生都改变过来 改变就是转化过来 不是要消灭 对吧 不是要打死 对吧 即便是消灭和打死 我想说也是死去活来 烦恼没了 这会生起来 这也没什么坏事 对吧 那我们还能怕呢 对吧 不需要害怕 对吧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自己自信自度 邪的众生来了 你要用正的众生去度 对吧 邪来正度 邪去邪见来了 那我去转变它 对吧 我怎么就要面对呢 比如说 我的心里 不被这种邪直邪线所困扰 比如说 人家让我们还人皮债 对吧 你最还 对吧 我不被所 这种邪直邪线所困扰 别人说 我身上有多少多少众生 什么多少烟青带着 我不被这种 所谓的邪直邪线所困扰 我不相信 不就是度了吗 同时 我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能够让别人也去改变他的邪直邪线 那当然这个更好了 这已经是菩萨了 这了不起了 菩萨怎么做啊 对吧 菩萨是自己不做坏事 而且还能够让别人不做坏事 自己要做好事 而且还能够让别人去做好事 那这个就是菩萨 对吧 那有人说 法师菩萨就这么容易 那当然了 可是你做多少 对吧 你没有做多少 对吧 要么你麻木不仁 要么就事不关己 高不挂起 要么就 对吧 就是得过且过 对吧 认为自己 已经跟别人比不错了 其实你要跟佛学 你要跟他去比 你才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 对吧 那么 那么 迷的众生来了 你要用物的众生去度 什么叫迷呢 迷糊啊 迷糊不解嘛 对吧 有障碍 有困扰嘛 你要物 物就是觉物 你用觉物去改变他 对吧 当然他就自在了嘛 对吧 迷糊不解释的众生 你要用智慧去度他 迷糊 就是什么事都想不明白 什么事都 都六神无主的样子 对吧 那你用智慧 一点就透 马上当机立断就给他改变了 对吧 一些恶毒的众生来了 那你要用众生去度他就改变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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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别人让你去干坏事 对吧 比如说别人来诱惑你 对吧 怎么能赚钱呢 怎么怎么样呢 对吧 那你 我就回答他 我说 不行啊 不行啊 他怎么不行啊 没关系 我领着你去干嘛 对吧 没关系 对吧 不行我害怕 他怎么害怕 你有什么害怕呢 对吧 不行我害怕 我给你个金服 几年之后 对吧 我出完门票 剩下的给你了 你能自己推卸都行 对吧 我害怕 他怎么害怕 钱我都出 对吧 我还下地狱 他一下就蒙了 对吧 他在我这至少都改变不了了 我相信这样的人 他在做其他事的时候 他会想起我对他讲的话 我不敢说我能够决定他 但是至少我会影响他 至少这个家伙不爱闲啊 这个家伙做人做事有规则啊 不是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不完了吗 就像我们去 那世间上要守交通规则 那交通规则要不遵守 你出去就被人撞了 你找谁家 那守交通规则 我出去我放心 对吧 虽然可能有一不小心 有人违反交通规则 但是他要负责任 对吧 不能一跑了之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规则 用善去改变他 对吧 如果你说那好啊 那你来做完了之后 几年之后 对吧 那君佛我背跑了 对吧 那还叫有信仰的人干的吗 不是有信仰的人干的 有信仰的人是讲规矩的 对吧 是按规则出牌的 不是不按规则出牌 那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人如果都不能让人家有一种希望 那就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吧 像这样度众生的才是真正的度众生啊 对吧 那你这个习来就正度了 迷来制度啊 对吧 恶来善度啊 所以这不挺好的吗 就对峙制法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哦 原来你得了什么病 我才要给你什么药 对吧 人家得了感冒 我非得给他 给他蓝美颜给切掉 那么瞎等了 蓝美颜有毛病 对吧 我非得让他怎么样 吃巴兰根 那瞎扯 然后胡闹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人家的问题就是要对症下药 有的放食 对吧 人家有什么病 你要给人家什么药 对吧 那有目标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抓住那个靶子 你才可以去射箭 对吧 如果人家问你什么 你不解决什么 人家不问你什么 你天天给他瞎掰 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了 佛法 他之所以有生命力 那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自己烦恼痛苦的办法 解决这个办法 对吧 如果我找不到了 那对不起 那我就不需要了 所有的人都有冤情在着 那个看英国 那个看这个看那个 对吧 你懂不懂 我不懂啊 不懂就好办了 不懂不就说啥都是嘛 对吧 更何况佛教徒的根就是要归一三宝 对吧 怎么可能归一你呢 你是三宝吗 对吧 你不是 对吧 我是松宝的一个分子 我也不敢说我是宝 但是我会努力去做一个宝 对吧 这样的话 才有一定的收复力 对吧 不然的话不乱了吗 交通规则你不走 你不让交通规则走 你不乱套了 对吧 既然有的那个所谓的居士 还能收归一地址 请问你凭什么要干这活啊 你把我们的活都干了 我们还干什么呀 对吧 我觉得奇怪 对吧 但是他禁不住诱惑 什么诱惑 力 有人说他讲得很好 他特别自卑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字 就是力 没有这个力 他绝对不可以干这种事 对吧 这怎么可能呢 要不就是明 对吧 他老是彰显自己 像公鸡要打明 不打 憋疯了怎么办 对吧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对吧 那么下面的众生 有烦恼无尽试验段 将自信剥弱志 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业 又法门无量试验学 须自见性 常行正法 世民真学 又无尚佛道 是愿成 既常能下心 行与真正 离迷离觉 长生不若 除真除妄 既见福性 既言相 佛道成 常念修行 是愿力法 那么 静文的意思告诉我们 是烦恼啊 没有穷尽的时候 但是你要断 没有穷尽 就像我们妄想 对吧 妄想啊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对吧 但是你要去转 为什么去转呢 因为你不转 你认为妄想 就是对你的困扰 对你的缠绕 但是如果你去转了 那你就觉得 没有什么实在的烦恼 没有实在的妄想啊 那么你的妄想 其实就已经改变了 那你为什么还困扰于它呢 那就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智慧 没有佛法 对吧 断 讲是断 其实就是变 其实就是转 那断其实就是转化了 就转过来 所以楞严君有一句话 我是最服的 我也是最受益无穷的 若能转悟 寄同如来 其实就是个转 对吧 这个断可以改成一个变 或者是转 怎么变怎么转呢 如果你有烦恼 就把它变成菩提 转成菩提 烦恼没有实在性 当下就是菩提 烦恼即菩提 没有实在性 哪里有实在性 昨天有人骂我一句 我今天有人踢我一脚 我把昨天那个烦恼 马上就忘掉了 那就说明那个不是固定 更何况昨天你在昨天 已经过去了 你还纠缠什么 对吧 所以你不是改变了吗 对吧 为什么 因为烦恼即菩提 你如果断了烦恼 就断了菩提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断 你断了烦恼 你就没有机会了 你说 哎呀 我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你也没有机会了 你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你也没有机会 去下手了 下手什么 去修行 所以要怎么样 留那么一点点 因为如果你把烦恼断尽了 对吧 怎么样 也就成佛了 那你 你不可能把烦恼断尽了 对吧 至少你现在 所以现在不想那么快的成佛 就留着像头发生那么多的烦恼 切得都把它变成菩提 觉悟 对吧 那么这个菩提 多了 那么烦恼就会很少很少 有那么一点点 然后又把它变成菩提 就是烦恼即菩提 对吧 其实你认为 烦恼和菩提是对立的 那么佛法认为 烦恼和菩提是统一的 就是你一念心 一改变就成了菩提 你一旦觉悟了 烦恼没有实在性 这本身就是菩提 烦恼没有实在性 而且烦恼不再困扰你 那不是菩提吗 理论上 说它是菩提 你就可以把它成为我锻炼 磨炼自己的资粮和下属 那难道不需要吗 需要 对吧 一个人没有烦恼 你问他什么是烦恼 他不知道 一个人有烦恼 说呀那太刻骨铭心了 对吧 那请问烦恼的实在性是什么 对吧 原来没有实在性 所以刻骨铭心就变成了一种淡然 就转化 对吧 所以你需要去转 这个转很重要 对吧 那么 誓言断 誓言变 誓言转 就是要把烦恼 变成菩提 要把烦恼去转化 对吧 要学会拐弯 学会转移 对吧 不要怎么样啊 针尖对外亡 不要认为自己很强大 其实你的强大是一种脆弱 对吧 真正的 高明的一个佛教徒 是要学会的去转 一旦转的时候 那么烦恼就成了菩提 就变成了菩提 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现在是硬碰硬 你以为你很坚强 其实你不一定很坚强 对吧 那怎么样呢 那么你真正的坚强 是要学会 做而不学会 变 才是真正的坚强 因为你有了智慧 对吧 那么什么叫做烦恼啊 就是用自信的剥弱 真正的智慧 什么叫断烦恼啊 就是用自信的剥弱 真正的智慧 除去希望的分别 对吧 自信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 没有实在性 就是照见五音皆空 就是自信 自信 没有实在性 就是自信 自信空 就是自信 对吧 那么就是用自信的剥弱 因为你空 你没有实在性 你能够正得 好啊 真的我不执着了 好啊 那个你 才叫真正的智慧 出具虚妄的分别性 对吧 你说 为什么烦恼呢 因为 你穷逛了 对吧 然后给你五百块钱 你丢掉了 你没有烦恼 你没有烦恼不正常 好啊 对吧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五百块钱会回来吗 不会的 你自杀了 五百块钱会有吗 不会有的 对吧 那怎么办 那我要再烦恼了 马上我再去琢磨 怎么样去报案 或者怎么样 我去 去劳动 通过什么技巧 我再去挣钱 我来养家 我来自己滋养自己的生命 我想这个才是耽误自己 否则 五百块钱真的可能会害你 对吧 我在家里的时候 听说有一个人到商店里 丢了二十块钱 他就合药自杀 当年那二十块钱 当然是很多的 对吧 可见他是想不开啊 对吧 那如果他要闻到佛法 他不会这样的 他就会去想办法去转移 想办法怎么样 再把二十块钱挣回来 对吧 当然我说的一个例子 只不过是个比喻 只不过是个比喻 对吧 并不一定是让你去挣什么钱 就是让你去改变 那个法身会命 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对吧 那么虚妄的分别心 也就是妄想 也就是你的邪念 对吧 你认为那个妄想是真的 就是邪知邪见 邪念 对吧 那么也就是你的无名 也就是你要轮回的根 哎呀 我这妄想这么多 哎呀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这样 坐在那里坐禅啊 对吧 痛苦啊 腿也疼啊 心里也想啊 想啊 想啊 越想越麻烦 越麻烦越想 对吧 哎呀 这怎么办呢 脑袋都想大了 所以你就是在制造无名 制造生死 那么我们还是要做 也不因为说我有妄想 我不做 因为我还是要做 我们学了六祖谭经 学了经当经 学了心经 我们怎么样在妄想的过程之中 当妄想越多的时候 我想告诉诸位的是 你的机会也就越多 对吧 所以你就能够把这些妄想 对吧 用佛法去转移 去改变 去调整 对吧 这样的话 那当然这就是薄弱智慧了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呢 就不知道啊 就被妄想包围了 被妄想的俘虏了 对吧 那怎么可以呢 谁进所转 那就是轮回 对吧 那么把无名改变了 就是断烦恼 什么叫无名 就是对生死 对烦恼 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无名 不能解决生死 不能改变烦恼 那就是无名 没有办法 对吧 但是我有办法了 我能够改变呢 我的妄想 能够改变我的生死 能够改变我的烦恼 这就是改变了无名 那你的轮回也就改变了 对吧 那么 什么叫做法门无量试验学呢 你应该自己认识自己的本心 认识自己的本心 自己的本心是什么 弥陀要解说 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两中间 楞严经说 对吧 欺负真心 心不可得 那就是心 对吧 所以你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心 要见自己的本性 本性是什么 照见五音皆空 就是本性 每个人都是色素想情 是组成的 请你照见五音皆空 没有实在性 对吧 常常依照正法去实践 不要去行写法 写法是有所得的 是有怪的 有执着的 对吧 这个就是真正的去学佛法 你如果是单纯的学的佛法很多 单单的学的佛法很多 这就是 而你又不去实践 学的佛法的知识很多 你又不去实践 那么我们说 这不是真学佛法 也就是说 你学的佛法很多 没有解决 实际中我们存在的问题 那你可以说 不是真学佛 对吧 那么 你如果真学佛 那就应该怎么样 学了 要去行 要去实践 对吧 要去改变烦恼 改变生死 对你的困扰 好像我们佛教 里面有一些学佛的人 在没有学佛之前 怎么样啊 抽烟 喝酒 对吧 什么毛病都有 对吧 道德修养也不够 一旦学佛法之后呢 对吧 烟也不抽了 酒也不喝了 对吧 有人甚至 对吧 还不吃肉了 当然我们不提倡 但是我们要随起这个功德 对吧 那么 习气毛病 也都改变了 对吧 病群 以前呢 是非常懒惰的 对吧 早晨不愿意起来 对吧 睡到九点十点 有这样的人呢 对吧 所以 有人说 要把那懒虫 要把送到寺院里 我想对不起 我们不要啊 那我们不能要吗 对吧 我们没改变它 最后我们都懒了 怎么办 对吧 这不行 对吧 家有家法 四有四规 不行 遵守规则可以考虑 对吧 所以 不能正常的 不能正常的 这个 遵守一个规则 正常的坐席时间 这不就懒吗 该起床不起床 该吃饭不吃饭 对吧 所以 我们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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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